今天這對嘉賓很適合我們兩個性格 為甚麼 你不買東西 我被困是傻買東西的人 是 我們兩個嘉賓都是… 他們來自同一個樂隊 是 但有兩種性格 那就馬上歡迎他們出來 有請D.A.Jane的Tim和Jacko 也是 我很喜歡買東西 一買也挺瘋狂的,按不住自己 我就馬上購買了 誰買東西或不買東西,先舉手 對,你買東西的… 我贏的 是從小到大都受賣,還是因為… 從小到大都有買東西的習慣 對,甚麼都買 阿Tim呢?阿Tim就… 在窗戶店,經常在這裡錄影 以前不能錄影 這個圖案是Jacko Jacko是他的消費模式 佔了一半就是儲錢 你真的會… 譬如收到工作的那塊錢 我就會放在另一個銀行 是這樣嗎 因為這塊錢是要給我家人的 他們會替我儲蓄 所以那個比例也不少 因為只有我一顆,這是很正常的 住屋相對地比較少 因為跟家人居住 對嗎?看你這麼時髒的人 是跟家人居住的 可以多點見他們 我們的工作時間已經不定了 我需要見爸爸媽媽的人 這個更奇怪 因為他有名喜歡駕駛 反而要花這麼少 有多少輛車都好 其實你駕駛只是一輛車 你用那輛車的時候 有消費 好,餐飲 比較黏在家裡吃飯 所以省下一點,對吧 正常,我起碼有一餐是在家裡吃的 你這麼乖 例如晚上不能回家吃飯 我臨上前會早點起床 再煮那一餐,吃完才出外 這些不是乖,這些是省錢 不關乖子的事… 好,Tim就開始睡著了 對,Tim,你的測試呢?你去哪裡 我…冷靜一下 Tim的消費模式是相反的 你們倆是兩種性格 儲錢是儲得多的 始終有很多人,有小朋友 然後供樓,沒有水電煤、雜費 其實那裡發覺原來是多大錢 其實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被邀請上來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真的去計算 我平時是不計算的 不要讓老婆知道 但我是不計算的 然後才發覺原來… 原來我的錢的儲存是這樣的 我也尚算滿意的 我平時出去吃東西 我也不會花很多錢去吃東西 偶爾一星期一、兩餐才會吃好一點 我想問你會否結婚後 你的花費模式跟之前不同了 因為大家都說成家立室後 所有的錢都給了小朋友 給了另一半 你會否有這個分別,或者是一樣 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些錢怎麼花 成家立室 開始有自己的地方的時候 會變得不同了 原來這些… 然後就… 我說真的,你有了小朋友 去了家裡 其實你少了時間去購物 少了時間去找東西你喜歡 我覺得那裡也能幫忙 挺好的,大家… 記得要結婚,是嗎 不是,最重要是要生孩子 Jaco要改成性格 就是成家立室 可能會扭轉 不,只是在結婚後 要生小朋友 不容易而已 教你吧 對,不用教了 保大宅 上網吧 原來這樣,要教嗎 好,我們看看兩位朋友 自己在家裡拍攝了一些 他們買得最多的東西 以下的片段 九成是關於Jaco的事 一成是阿Tiem,阿Tiem不買東西 這個系列的高筒球鞋 也算是我最喜歡的一款 它有很多跟其他品牌的聯繩 我也有收集到、有買到 除了這款的高筒球鞋之外 我其實也算是很喜歡買球鞋 因為…也是那句,容易配襯衣 所以買球鞋也變成了 這是我的生活習慣 我不知道為何我很喜歡蜜糖 不是吵著吵著吵著 我是吵著吵著吵著 但其實這裡剩下的東西 我之前有多一倍 對,如果大家有不同種類的蜜糖 可以介紹一下 我平時… 其實我每次去超級市場 我經過蜜糖的蜜糖 我也會起碼逗留在那裡 分幾小時左右 真的太誇張 你所有天下的球鞋都買光了 天下的球鞋… 也不買了 不如拍攝你的鞋櫃給你看 我少了很多 你十分之一也沒有 近一、兩年而已,對吧 看看你的玩具櫃 今天的嘉賓是來的 不如搜尋Tono的玩具櫃 衣櫃很好奇 說一下球鞋… 先說一下球鞋… 先說一下球鞋 好… 很有趣 其實你很穿球鞋 你又不喜歡坐盒 為何會有這種習慣 我會穿的,一定會穿的 不是放在這裡的 不會的… 我買的任何東西都會用 我很少買一件草 像神偉般供奉它,摸摸 我不會的,我全部都會用 可否說一下最瘋狂買的一雙球鞋 讓我們的觀眾聽 以及讓你的父母知道 很少會炒價去買 是嗎 對 通常會用盡一切的方法 看看有否可能行貨去買 好 原價的價錢 不知道我有沒有剪到片段 為何大家那麼驚訝 不是 不老闆 因為你去紅館吃球鞋 大家看到那雙球鞋很厲害 炒價很脾氣,我說真的 你很有錢、有機會的 買到也是假貨 真的難買到這樣 他,Jaco,賣在紅館 就是穿,不得了 可以說說這個故事 很多父母都想知道 自己的子女原來花這麼多錢 也不是科鞋 一個難得上的地方 珍貴的機會 那就穿了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 你不回答多少錢 不用…我不用五位的… 是嗎 是,四位的 那男生… 避開高鏡 男生喜歡穿球鞋就知道 但我知道你除了穿球鞋之外 這些車齒品 也是你喜歡購買的選項一種 他爽買,不是買一輛 爽買車,不是那些無形車 是真的坐人的車 你同時買了多少輛車 四輛 但我買… 我應該這樣說的消費模式 例如10萬元買一輛車 又不是很花貴 我不會這樣用在一輛車上 我會買一輛兩萬元的車 一輛兩萬五元的車 然後再買一輛一輛多萬元的車 其餘餘的錢 我會用來維修,這樣做 我不知為何我會… 同一時間,我不會借別人的車去駕駛 我想它擁有,我想自己保持它 我很享受這個時刻 但完成了這輛車,我便會賣掉 所以你維持在車上的錢 我也不會很長時間 某程度上是投資的一種 你喜歡購買車 然後往往令你可以再換一塊錢 再買 醒來 其實如果我不配搭 我相信我是一個很好的購物 我有浪費很多時間去做這些研究 去隔價,去看看哪一件有價值 或者在哪裡可以找到一些便宜的東西 我有浪費時間去找 記得你們好像夾粉買過一輛車 合作樂隊的時候,是嗎 買過一輛教育車 對… 你們整隊出出入入的 對,因為當時我們去買那輛車的時候 是一輛家庭的親人車 那位爸爸和小朋友一起下街 讓我們看這輛車 為何上面寫著教育車 因為它是保母車 接小朋友回家 真正的保母車 即是他假裝保母車 保母車 保母車 保母車… 讓我們想想吧 對,如果我們出去工作的時候 那輛也是叫保母車 是… 我們四個男生放了電池 我們拿著保母車去工作 挺有趣的 那張貼紙… 保母車的貼紙一直沒有撕 就保留在那輛車上 Shako喜歡買球鞋,喜歡買車 不論他是用來投資還是怎樣 隊伍喜歡買Honey 對 我真的挺喜歡吃甜的東西 所以… 譬如我喝咖啡 我不會加糖,我會加蜜糖 你真的很喜歡喝的 當然很喜歡 會喝到不同的蜜糖 真的會帶出不同的味道 我記得我小時候會看到蜜糖… 為何可以這麼貴 對… 小時候不會特別買到… 因為你不是買便宜的 用無不油的 對… 對… 當我賺到錢的時候 我會去買過100元的蜜糖 試試看 然後買一買 原來越貴的蜜糖 你看到它的質素 真的會有很特別的 不同的味道,更順暢 到現在有甚麼特別的蜜糖 你買回來的,你記得要游身 也有400至500元 其實不算貴 我看過有比較貴的 然後我問… 其實那一間蜜糖這麼大 我想知道 很偉大 400元也不錯,但這麼少… 一口… 有一口… 養蜂的,他說400元 我說多少,他就一斤 有些紐西蘭的味道 就是病了,吃了會… 站起來吧 對… 變廚站起來 對,聲音站起來 整個人的 聲音躺下了,媽媽吃起來 有人也站起來 對… 好的 好,我們聽完他們購物的經過 還有帶了一些珍藏 我們稍後回來吧 又有新東西了,這次娟姐要猜一猜 閉上眼,我拿一些東西給你 你一定會很喜歡的 是,需要摸一下嗎 是 好像泵氣球那些泵 泵是甚麼 其實男士也需要令自己的胸部較強 他就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然後就擠爆它 你試試,你快點… 是 你很需要 雖然你現在健碩了 別這麼說 你猜猜它其實是用來做甚麼 它不是用來做攝胸的嗎 不是攝胸的 其實它有不同的尺寸 有時候搬東西 可能不夠力氣 它就放在那個傢俬下面 然後就… 我們幕後說要找些重物品試 我們可以攝影嗎 好 你不介意,我可以試試坐 你買吧 你試試是否能攝影 有,但你看看 它摺著的部分 刺繃了嗎 刺繃了嗎 有嗎 有 也可以 你做了一姐了 現在做了一姐 已經升起了 真的會用來做 甚麼 真的已經升起了 有一點…對,這樣可以 如果我連我也能承載 這個可以… 你別讓其他ViuTV的女主持知道 她們會爭取一姐 坐這個星上去?我頂你 好,繼續有D.A.Jane在這裡 我知道有很多私人的珍藏 都是一些價值不菲的東西 我這隻戒指其實… 是結婚戒指嗎 不是 那時還在拍拖 然後我戴著這隻戒指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脫掉 即使有時需要去拍攝 或甚麼的時候 我沒有脫掉 這隻戒指 但很有趣的 就是那兩、三次 我有脫掉過,其中兩次 我沒有脫掉 是嗎 對 隔了整個星期 我又可以賺錢 那你當時有告訴太太嗎 沒有 買的時候一起買 有甚麼深刻的回憶 除了你失而復得之外 有其他很深刻的意義在戒指嗎 沒有,純粹是一份禮物 而是帶到現在 其實是不簡單的 Jaco,也是關於家人的事 沒錯,我小時候 很喜歡我爸爸的手錶 我經常問爸爸 可以讓我戴嗎 爸爸死也不願意 不借給我 不借給你 我隔了很多年 近這幾年 他無緣無故拿著手錶 交給我 他說你喜歡手錶嗎 交給你 好,我上身 這麼少 交給我的時候 那一下就說… 你哭了 以後再加,就交給你了 他就說甚麼 我很喜歡手錶 但一家之主坐吃飯 坐中間的位置 那一刻的時候 我就不想那麼快 我覺得對,我爸爸也要差不多退休了 不想那麼快 這件事來臨 另外還有一隻,是嗎 很多年前我是做琴行的 當時推出了這隻錶 這隻錶是超越了 我們薪金的價錢 我當時沒有買到 最近這一、兩年 我用當時原價的價錢 三倍的價錢去買它 因為如果我當時買的話 我就是用手錶去買這隻錶 有很多時候手錶 你還不到的時候 就好像負了一個債 所以到現在真的可以賺到一點錢 我比較輕鬆的時候 才買這隻錶 而是我能夠支援的 我寧願在這個時間才買 比我當時強行買這隻 當時比較便宜的價錢 那隻錶 除了有自己的錶和戒指之外 今天帶了兩樣 完全買了很久 又不捨不得扔 這裡全部都是拍攝鏡 而全部的焦距都是一樣的 為甚麼 都是24、70、28、70的朋友 為甚麼會儲得差不多… 這支鏡我是第一支24、70 其實我買了它 它有一個攝影機 它可以拍攝超近的東西 我覺得它的功能很好 所以我買了這支 但我發現這支鏡很重 之後有一次我要開機拍攝 我就買了這支 這支比較小的 對,600元 好的 也是一支鬆鏡 因為拍攝時要手動封 原來這支收動封很舒服 Jaco也帶了一般人不知道是甚麼 對,可以開來看看嗎 數碼的錄音機 當時買了在家裡錄音機 錄了三部曲 都是用這部機拍攝的 在家裡錄完之後 就發現其實一件事是… 我喜歡配樂樂隊 我不是純粹喜歡做音樂 因為如果一個人在家裡錄音時 是很沉悶的 結果之後我發覺… 原來… 放在這裡 對,還是放在這裡 不要自己錄音機 還是回樂樂隊的房間 或者去Hari的家錄音機 兩位剛才提及了兩種買東西的模式 看看我們註冊心理學家Mills 在裡面拆解了甚麼 好,有請Mills 我先跟Tim… 簡單一點吧 聊聊吧 他們很害怕 我很想… 像是心理輔導一樣 對… 我想問除了唱歌、拍照 你從小到大 還有其他藝術形式 你有興趣嗎 小時候喜歡看電影、音樂 車我喜歡 但我… 對,我又不會特別好… 無論如何回答你 但你喜歡做音樂 還是比較合作樂隊 因為剛才Jaco喜歡合作樂隊 因為要做音樂 你才可以… 對我來說是在舞台上 即是你推出音樂 才能做到你做音樂的目標 好 所以你做音樂也好 你拍攝也好 尤其是拍攝也挺興趣為主 我喜歡隨心拍攝 不是的 我是很老套地說 我是看感覺的人 心理學中 有一個派別 你買甚麼物品 是代表你去解決甚麼心理需要 那麼巧合,是Honey 有 而且他剛才也有說 我本來也不知道 他說你喜歡吃甜食或… 即是Sugar和Honey 正確是那個情況 代表他追求社交接受 即是他要大家的認受性 但有趣的地方 認受性很多 有些人就是要其他目光 他那種認受性的就是 我喜歡感受性的表達 即是情感的表達 他不是要很多眼球去看他 因為他不是那種認受 因為他做的研究 其實也是… 他問了很多買蜜糖 以及喜歡買甜食的人 究竟他為何會買 而且去了解他的心理動機 然後他會透過一些研究 去看見兩個關係 第二件事就是聯繫了Jacko 就是你究竟喜歡合唱歌 還是喜歡做音樂 坦白說,喜歡合唱歌會較多 其實是男人的浪漫 即是Brogman's 這是其中Brogman's的一個區域 男生有一樣東西溝通 而當中可以是女性或身邊的人 不明白或不想他特別明白 對,有一個這樣的界別 而且確實,如果是很合唱歌 就是傾向這裡比較多 如果他做音樂比較多 就是感受感受 情況會比較多 所以說Jacko的球鞋和車 又有甚麼代表 對,這是最重點 也想問一下Jacko 他很害怕,他現在很害怕 你正在扶植他 他現在不能包裝 因為他喜歡的那支錶 是給你阿爸的 但你又不接受 為甚麼 這個時刻還未夠膽去做當家 在家裡,這是很害怕的 其實我也會覺得 你應該跟家人 或尤其是對於父親這個模式 很想做一些事,跟他不同 是的…不想的 因為他…就算多辛苦 他這麼多年 好像都沒有試過在我們面前發脾氣 但我不是 我經常都在他們面前發脾氣 因為很多時候出去工作 你不可以那麼容易把情緒 或表露出來的時候 我會很坦白地跟他們說 這就是真的 因為買車… 等於剛才的研究 買車等於追求個人化 對,是個人化 爸爸給你一支錶 你明明都很喜歡 但你又不要 很多時候我們稱為廣告 即是一樣的物件 有時候那些物件的代表性 很強化的時候 我會把某些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傳進去 當然如果他繼續傳進去 那就是家傳之寶 而那個如果未到家傳之寶 即是未廣告到家庭 即是個人 即是爸爸說給你這支錶 他第一件事要跟你說 那件事應該是跟你說 就是家庭給你擔心 第一,他重視責任 他其實是催我結婚 他想廣告給你 某程度上,即是他想你關於 責任這件事是注重的 原來如此 所以以這個矛盾的情況 就是剛才說尊敬爸爸 還有我想跟他做得很不同 要跟他做一個切割 分開有不同的事情 這樣就能表現出來了 我沒試過看見DHK的兩位成員那麼安靜 對,他們好像有點疑惑 好像有點明白 我一向都不發聲 但透過…原來買Honey 買Bill也知道 原來你背後有很多故事在裡面 謝謝DHK 謝謝Mills 再見… 再見 你的購物 hashtag是甚麼 我的購物 hashtag是… 想買就買 而我的購物 hashtag是… 想清楚才好買